小丁小吉已经成为了凯将军的傀儡 在僵尸病毒的操纵下 他已经没有了自我 先打倒了之间一郎 又与西丸对决 虽然一开始西丸的空手道 让小丁的身体反应不过来 可是很快 他就适应了这种攻击节奏 不光他顺利躲开西丸的攻击 还能找准机会给他致命一击 将自己的利爪 刺入西丸的胸腹部 西丸快速后撤后 再向前逼近 他的拳头紧追着小丁小吉的脸 眼看就要打中他的鼻子了 小丁小吉腿不用力 身子快速向后缩去 使出了一招缩地 即使西丸的拳头距离小丁的眼 只有一毫米的距离 西丸也很难再前进一步 小丁的身体一边急速后缩 一边用左手的利爪 抓住西丸的头发 西丸来不及挣扎 整个身体就被拽得向左面倒去 小丁的冠耳重拳接踵而至 一拳砸在西丸的太阳穴上 要不是西丸练过 这一下就能把他的小脑袋打碎 要不说西丸还真是一条汉子 受到如此重击 竟然还能脚下稳稳地站住 在监控里看上到的吃瓜群众凯将军 也很佩服西丸 在空手道的比赛中 全都是攻击敌人至关重要的武器 而腿的重要性也绝对不可忽略 在战斗中 为了避免身体前倾 人们都会按照腰部到前脚 得到上半身的顺序 来让身体发力 这时 脚就好像大树的根部一样 只要牢牢地扎在地面上 人的身体就如同铜墙铁壁一样稳健 就算遭受到突如其来的撞击 也会迅速静止 此时受到撞击所产生的能量 就会从腰部传达到背部 然后让人形成出拳的动作 这个发力的过程 说起来是有顺序可去 可是运用到实战中 往往是一气呵成的 西丸早已经将这种空手道原理融会贯通 并且在实战中广泛应用 比如 他之前用猴子偷逃的方式 给小丁背拴 就是用的这种发力原理 如今躲避小丁的攻击 也是利用这种原理 只可惜西丸面对的 并不是一般的空手道高手 而是一个已经深度昆虫化的小丁小琪 小丁小琪悲伤地看着西丸 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挣扎着站稳脚跟 心里就十分难受 他用全部心神 控制着自己的声带 勉强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说你不要站起来了 我不是说过 我终于可以死在火星了吗 你就不能到我已经死了吗 无论是米歇尔还是智坚伊朗 他们都是更值得你在意的人吧 你不要管我 就让我在这里逐渐腐烂吧 西丸听着气炸了 他气呼呼地问小丁小琪 你之所以想死在火星 正是要追随那位 二十年前死在火星的恋人吧 你也真是纯爱战神了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在这个年代 恋人什么的死在火星上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吧 你也不看看安德克斯一号上 拆散了多少对情侣 但谁像你一样拖拖拉拉的 而且大叔 你到现在还在追逐着 那个小学六年级的初恋情人 这种未成年的感情 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人家姑娘那时候才六年级啊 你是真不怕被判几年吗 你现在一定在想 我要死在这里 跟我的小女友殉情 你这个年轻的大帅哥 还有年富力乡的总理大臣 就不要再管人家了啦 大叔 你搞清楚 现在那些恋爱脑的电视剧 都不会有这么白痴的台词了 西丸的话触动了小丁小吉的逆临 小学六年级的恋人 白痴 恋爱脑 每每回想起这几句话 小丁小吉就觉得 即使没有僵尸病毒 自己也应该揪住西丸 狠狠地揍他一顿才解气 秋天怎么能是他 小学六年级的女友呢 只不过他们的关系 是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的罢了 现在的小丁 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 所以大脑所有的活跃度 都贡献给了思考 他可以不管身体 只专心致志地想起 他与奶奶去的往事 小丁小吉出生在一个 很殷实富足的家庭 父母对他的前途 抱有很大的期望 而小丁也一直很听父母的话 每天有上不完的补习班 这天小丁刚出门上补习班 秋天就上门来找他了 小丁妈妈知道 儿子对这个女孩颇有好感 可秋天的家庭实在不好 妈妈决定 将这份懵懂的感情 扼杀在摇篮里 于是她告诉秋天 小丁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努力备考不搞对象 所以你也不要 总是来烦我儿子了 秋天十分难堪地离开了 这一幕都被 刚出家门的小丁看到眼里 可少年的好感 并不会随着父母的管束而消失 情感的嫩牙 只会在家缝中疯狂滋长 三年后的一天 小丁心情很差地 踢着路边的指示牌 内心想干一些出格的事 想当一个坏孩子 再也不想傻乎乎地 听着父母的管教了 因为妈妈决定 等小丁小姬高中以后 全家就要搬到东京去生活 因为只有东京 才能提供一流的教育资源 为了小丁考上东京的高中 妈妈给她多报了好几个补习班 完全不顾及儿子的感受 小丁小姬不想这样 她想要反抗 要让妈妈知道自己的不满 所以才想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她曾经想剃倒药店门口的装饰袋数 可却只能想象下不去想 想来想去 她也只能对路边的指示牌下手 踢一脚歇歇愤了 秋田笑着说 你要真想出格的话 咱俩去卡拉OK唱歌吧 那里不是未成年不让进吗 看着小丁还在犹豫 秋田走上前 拉住她的手将人拖走 而这次的牵手 秋田就牵住了小丁小姬的心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 秋田回到家 就被小丁发现她被养父灵运 小丁一气之下 就将秋田的养父杀了 这下小丁可是彻底出格了 甚至影响了父亲的工作 小丁因此被关进了少管所 父母都嫌她丢脸 不可能前来探望 唯一还能想着小丁的人 就是秋田了 在以后的很多年 小丁小姬的脑海里 只要想起秋田的笑脸 就能度过任何艰难的时光 这样的感情和羁绊 怎么可能是西丸说的 什么小学六年级的恋人呢 小丁想到这里的时候 她发觉自己的身体 其实还一直在跟西丸战斗 她的大雀风筝 甚至已经刺穿了西丸的胸膛 将它从地上挑了起来 但这致命伤 并没有让西丸丧失战斗力 她突然张开嘴 吐出一根丝线 西线的另一头 竟绑在被她早已 吞到胃里的变身枪的扳机上 西丸司机用手猛地拉动西线 变身药剂注射到西丸的身体当中 而记住沾染了小丁小姬的血液 西丸瞬间看起天翼变态 变成了大雀风 大苏鹅 蜘蛛丝残鹅 和兰花螳螂的超级昆虫人 这就是本多黄博士 研发出的天翼变态技术 在监控里吃瓜的 凯将军大吃一惊 她早就想到了西丸 可能会将变身药剂 提前藏在身体里 却没想到 西丸只能拷贝小丁小姬的能力 还能维持自己的特性 她知道过去日本 一直无法下定决心 是否要对MO手术士兵进行量产 却没想到在这之前 他们竟然让现有的 MO战士的力量成倍增长了 由于西丸身体的天翼变态 她身上的所有伤口 全都被快速治愈 现在西丸是满血复活了 她挥拳攻向小丁小姬 配合小丁正在准备 迎接的右手动作 西丸的左肘 抵在小丁的右臂上 相似的两个大雀风手臂上 却长着不同的武器 小丁小姬只有风针 可西丸除了风针 还有螳螂的镰刀 镰刀割破了小丁小姬的手臂 同时西丸还抬起一脚 狠狠击在了小丁的脖梗边上 这是空手道的招式 这一脚力量之大 甚至听到了骨骼的碎裂声 西丸一边攻击 一边大喊 当年你故意挨了我这一脚 从此彻底拯救了我的人生 或许那时候 你已经心里交瘁 可即便是这样的剑长 你还是带领大家不断前进 所以今天 就换我来拯救你吧 西丸说着 双手牵住了小丁小姬的身体 双臂一用力 就像她举过头顶 小丁为了摆脱西丸 震动翅膀想飞起来 但西丸根本不怕 现在这里会飞的人 可不止一个 说着西丸也振持飞起 在空中依旧紧抓了 小丁的身体无放手 利用居高临下的力量 把她狠狠摔在地上 把地板都砸了一个大坑 这一招名叫炸弹摔 是杀伤力极大的 美式摔跤的必杀剂 是历史上第一次 用来杀死火星一种的徒手招式 也是比契尔教给她的 不过小丁小姬 确实比火星一种强多了 遭遇如此重击 不但能快速地站起来 甚至还有能力继续战斗 西丸也不敢掉以轻心 立即使出夺命剪刀脚 估住小丁的腰 随后脚上喷出长丝 西丸右手拉住 这样一来 无论小丁如何甩 都不能将西丸甩脱了 并且这招的精髓就在于 只要用力加住对方的身体 甚至能让对方的内脏受伤 这是柔道的禁用招式 也是阿希莫夫最常用的招式 西丸用双腿拼命勾勒出了 小丁的小蛮腰 小丁腾得嗷嗷大叫 整个身体仿佛要裂开了一样 西丸一个肘击 又打在了小丁的脸上 他肘部的镰刀 能够随着招式的需要 随意变换长度 这一击顺利割上了小丁的右眼 这一招就是螳螂拳的精髓 小丁接连被痛击 真觉得面前的西丸 一个人好像身后有千军万马一样 不过 他的身体没有放弃抵抗 挥出风针刺向西丸 西丸后退躲开 而后就学习阿道夫 将数把粘在丝上的小镰刀 射向小丁小吉 小丁小吉躲过了镰刀 却没躲过那些丝 他更没想到 丝居然这么黏 那些丝粘在他的身上完全甩不掉 现在他的手脚就好像牵牵木偶一样 被西丸控制了 西丸一掌打在小丁的胸口 将他的胸骨震得一阵颤抖 这一招融合了刘亦武的中国武术 以及西丸神眼中的双手木炮机 将小丁打得口头鲜血 小丁不断喘息 似乎没有体力了 此时西丸却隔着小丁的身体 对幕后操控小丁的凯将就说道 你应该听得见吧 把小丁舰长铁念的那个玩意关掉 只要十秒钟就好 就凭舰长现在的力量 你们是不可能抓到我的 凯延超因此还摸着下巴有些不屑 他冷哼一声 你知道你这句话的意思吗 但西丸就是已经下定决心 他看着小丁小吉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战斗方式 准备好吧 一招我就要拿下你 而听到这话 小丁也觉得西丸有些自大了 但西丸也就下定了决心 他依然告诉小丁小吉 我一定要将你停滞的人生 给彻底打醒 其实西丸说要十秒钟的时间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凯最终也显然同意了这个要求 西丸知道 凯将军就在距离这个房间 不远的地方操控小丁 凯也害怕自己好不容易 植入小丁体内的设备 被西丸拿走 可也并不敢给西丸太长时间 十秒就刚刚好 他可以在这个时间里不控制小丁 让小丁凭借自己的力量 与西丸对战 十秒也不会让他们两人 有合谋的可能性 又能干掉西丸 一举两得 此时的小丁也十分紧张 他可以在十秒钟之内 控制自己的身体 不去攻击西丸 但超过十秒钟 他就不确定自己会做什么了 而西丸也只是表面上 看起来十分镇定 他心里其实也很焦急 现在小丁明显有了 过度重化的趋势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很可能就无法再变成人了 所以西丸必须抓紧一切时间 两人之间的十秒之战 正式开始 西丸挥拳猛攻西丸的脸 西丸早就熟悉了 西丸的套路 直接俯身躲过这一击后 抱住了小丁的左腿 小丁见一拳挥空 立刻顺势肘击 砸向西丸的后背 西丸腾得牙关紧咬 始终没有松手 他用力抬起小丁的左腿 想让小丁失去平衡摔倒 却不了久经沙场的小丁 只用一条右腿 就能稳住身形 反而是西丸 被小丁的脚给架了起来 这样西丸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可是一出生 就被称呼怪物的人呢 没想到竟然能被小丁 用一条腿挑起来 这人的核心力量 和腿部肌肉的爆发力 是有多恐怖 而就在西丸失去平衡的时候 小丁抬起右腿猛踢向西丸 西丸一看 小丁的脚尖上 怎么还能长出一只风针蓝 这真是骚操作 他赶紧向后侧身 躲过了这次攻击 可独针见出的毒液 却进入了他的眼中 西丸的眼睛 一下就看不清东西了 他只好一串后滚翻后 与小丁拉开距离 等西丸想要再度发动攻击时 却发现小丁没了 动作如闪电一般的小丁 已经绕到了西丸的身后 西丸瞬间纠结起来 自己应该怎么做 是挥拳向后打过去吗 不一定打得中啊 在西丸纠结的时候 小丁已经下手了 他现在能想到 唯一救西丸的办法 就是让他暂时昏迷 然后等凯将军离开后 再想办法把他扔出去 毕竟只有凯将军 才知道出口 就连他出去 都要跟随凯将军的脚步 小丁也是相当郁闷了 不过围巾之际 也只有试一试 于是小丁小吉 描述了西丸的要害 其实无论是东方武术 还是西方格斗 必定会提到 人身上有一个要害 也就是传说中的 八打八不打 因为武术也好 格斗也好 平时切磋 都不会致人于死地 所以师父在交土地的时候 就会告诉他们 千万不能打对手 伟坚丰斧这个穴道 因为击中的话 会当场死亡 或者造成下半身的瘫痪 但此时 小丁就用自己的风针 似向了西丸的 伟坚丰斧腹剧 可他忘记了 西丸具有兰花螳螂的特性 是唯一有背后视觉的昆虫 所以西丸的头 直接倒转了过来 看到了小丁的动作 于是向前挺身 就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随后 他还向地面射出两枚毒针 毒针经过地面反弹 射向小丁小西 后面的强刃黏丝 将小丁的右手牢牢捆住 西丸用力将丝线扯回 小丁的右手 就被他从胯下 拽到了身前用力一拧 想将小丁的手臂拧断 小丁为了泄力 拼命地跟着西丸的力道一起动 结果后背着地 狠狠地摔在地上 西丸看着小丁 又回想起曾经他们谈论过 一击制胜的话题 因为当时小丁小吉也好 米歇尔也好 都觉得在点到极止的对抗中 打倒敌人 就算是一招制胜了 可西丸不这么认为 在西丸深夜流中 几乎不存在一招制胜的可能性 他们在摔倒对手后 必然要继续攻击 所以摔倒对手并不算结束 另一集才是 当时大家没机会 欣赏西丸的表演 而现在 西丸已经将小丁摔在地上 他遵从西丸深夜流的动作要领 一脚狠狠地踩在小丁的脖子上 脚下立即传来 骨头碎裂的声音 开一下玩笑 小丁不会就这样嘎了吧 火星一种地球片漫画 到此停工了 等体看结构松散 剧情凌乱 比火星片差蛮远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呢 我是黑白 再见